俄国攻势并没有减缓的迹象 乌克兰难民人数有增无减 台式新闻团队独家挺进了位在乌波边境的小镇 洛迪纳的难民收容中心 并且访问到了一位19岁的乌克兰女孩 她在波兰有人的接应之下 正准备离开收容中心 独自前往立陶宛 年纪轻轻的她如何面对俄军无情的轰炸 战争又为她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以下带您来听听她的故事 俄国入侵乌克兰没几个小时 波兰官方第一时间就决定张开双臂 接纳乌克兰难民 上次在伯蒂卡这边呢 就将一个现成的旧校舍改为收容中心 行军床整齐排放 过去的学校成了难民战时的棋身之所 台式新闻团队前进位在乌波边境小镇 洛迪纳的难民收容中心 还独家访问到一位由波兰友人接应 正准备离开收容中心 继续独自踏上旅程 前往立陶宛的乌克兰女孩 纳斯加 才19岁的纳斯加来自基辅 笑着和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很难想象她一路哭着跨越边境 她又是怎么面对俄军无情轰炸呢 被迫瞬间长大 要说这场战争对她的影响 反而是挺起胸膛 我是乌克兰人 我骄傲 不过提到留在乌克兰的家人 纳斯加还是一度难过到说不出话来 想念家园的不止纳斯加一人 收容中心里两个女孩 不断透过社群媒体 关心家乡切尔尼科夫的现状 但无论左滑右滑 都是遍地烽火的惨状 看看前后对照图 更让人不声唏嘘 无论是纳斯加 还是另外两个女孩 这些离开家园的乌克兰难民 只能透过镜头对家人说 特派记者水灵文 胡卫伦 波兰洛迪纳采访报道 谢谢您的天下 请不吝点赞订阅 我们下转发言 谢谢大家